中文字幕 李宗盛 川西高原,气候寒冷,空气稀薄 每年的冰雪期长达4-6个月 气温最低接近零下20度 在我们高原地区人工爬台 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 而且高寒缺氧的环境降低了作业效率 所以我们一直在寻找和实践 更可靠更实用的询检解决方案 我们车辆能到的地方 与塔位的落差经常会超过1000米 这对无人机的续航和机动能力是很大的挑战 经纬M300RTK搭载上陈寺H20系列后 续航时间超过40分钟 而且它上升下降速度都很快 哪怕在我们高原这里 一个架次也能精细巡舰2-3G干塔 在大高差远距离的任务中特别有优势 干塔和线路周围会有很强的电磁干扰 这款无人机有RTK双天线定位系统 能有效抵抗干扰 做到精准定位 稳定飞行 我们巡舰工作的重复性很高 用传统的人工操作无人机的巡舰方式 对作业人的机能水平和飞行机能量有很高的要求 精维M300RTK可以在线录制任务 我们让基础好的飞手先示范飞行一次 无人机会把横点、动作、相机参数等信息 记录为横点任务文件 下次多页就能直接调用实现自动巡舰 为了提高准确性 我们会在样片上匡选重点部位 借助自动比对算法 每次自动巡舰都能拍到相同区域的画面 精细巡舰时 禅四H20系列的超群矩阵拍照功能就很实用 匡选好要拍的区域 相机会自动拍摄其中各个细分区域的高清照片 再也不用人工一个个捕捉目标点了 禅四H20T不仅可以捕捉可见光画面 还可以用红外相机检测设备部件的温度 在今年春节前的宝点工作中 我们由红外发现了一次来张箱角 温度过高 通过可见光画面是发现不了的 以前两个巡舰工人一天 常常只能完成2-3度的巡舰 现在用了精维M300RTK 巡舰效率和运维水平都有了很大的提升 我们从2015年就开始使用无人机 见证了它给电力行业带来的革新 电网自动巡舰是大势所趋 功能强大的精维M300RTK和禅四H20系列 让我们更有信心面对未来的挑战 Ot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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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